今天很高興,請到Aphina和你分享一下近期一些醫療的保險案 Aphina已經在這行做了29年了 Aphina你好 你好 前幾天和你聊天 因為近一年很多時客人都會說 為何這些醫療保險費加到這麼貴 對 跟你聊天之間,當中有一個客人買了9年一直都沒有Claim過 沒有Claim過的客人一定覺得交補費貴 而他亦都是買高端醫療 買環球版除美角的版本 所以就算他買佔底費版本 人客買的時候是多少歲 人客買的時候是48歲 48歲,那時候都應該便宜的 對 萬多元 對 萬多元 但因為買了9年後就50多了 對 那就越來越貴了 沒錯 那你可不可以說一下 即是9年之後人客要求減Plan 可不可以從那裡開始說一下公司 其實很簡單 其實客人本身就是建築公司老闆 那問心那一句 他交補費是否交得起呢 絕對交得起 不過因為他太太收到我們公司的 就覺得 就覺得 嘩 去到交到三萬多元 不貴 那可能女性 就肉赤 那便告訴老公 喂 交到這麼貴了 不如你又沒有Camp過 不如不要買了 這樣 那我就去到接觸過客人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買開不買 不老禮的 這樣 然後後來客人也接受 他說 那有沒有減Plan 那我就即時就幫他轉了一個CEOE OK 意思呢 就是說由環球版 不計美國 就減到一個亞洲版 是的 而且原先他買的那個 就是頭膽病房 那現在他減這個亞洲版 就變成住二人病房 是的 沒錯 那保費應該是便宜了一半 是的 對 正正一半 沒錯 所以當時客人 一看到保費便宜了一半 就立刻說 好啊 就這樣 其實那些客人 他的心態會覺得 沒有Claim過就是不值 不值 虧了 沒錯 但是 又可以說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他減了Plan 那真的隔了幾個月 他就發生了事 是 那發生事的時候 是他自己都不以為意的 嗯 因為是很 某然之下 他發覺到有一個嚴重疾病出來了 是 他是怎樣 那個病徵是什麼 可不可以說一下 其實那一刻呢 他就是 很簡單 開頭就是腸胃不舒服 是 就入了醫院 最主力都是 檢查腸胃鏡而已 嗯 但是後來檢查完之後 臨走的時候 他就告訴醫生 他有兩個病徵 一就是他經常性頭痛 哦 二呢 就是他打拔鳥的時候 發覺拿牌拿得不穩 哦 經常跌牌的 哦 就是這樣 那醫生就立即說 蛤 可大可小 嗯 你這樣的情況 其實應該要照一照腸 嗯 看看腸血管有沒有 畸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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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知道 那個客人其實就出了院 是 但是就真的照完MRI報告一出 是 醫生都很緊張 一時間就立即打電話 你立即要回來 嗯 因為發現你那些腸有些異常 那些血管有些異常 原來檢查出來都屬於腸中風的一種 哦 OK 即是說其實他又未至於很嚴重 完全動不了 只是拿麻雀牌的時候 有些蛇甩牌 對 是 跌牌 OK 那他應該是照 磁力共振 是嗎 對 看到那些血管 其實有沒有爆到呢 有 因為呢 當時那個醫生 為什麼那麼緊張 叫客回到醫院呢 他就說 看到那些血管在滲血 嗯 還有滲血的速度 都好像比想像中快 壞 一路滲緊的 一路都滲緊的 哦 所以呢 那些客人都有些少少 害怕 尤其是他太太 聽到 他覺得他老公是好人好者 沒有事沒有案 為什麼你說到他好像現在 人家說好像爆血管一樣呢 那原來真的爆血管 嗯 但他那種爆就是噴噴噴噴 他那種就是慢慢滲出來 把血滲出來 把血滲出來 其實那些血塊已經開始塞緊的血管 嗯 就是這樣 那其實他進醫院是要做手術 還是要怎樣 要做手術 他就 醫生建議就是做了一個支架 直入在腦血管裡面 哦 OK 但是 這兩年就疫情了 其實進醫院都不是那麼容易 是的 因為這個客人 他原本是訂了一個醫生 純粹進去做腸胃鏡 嗯 但是因為他跟醫生說 說他有這些的時候 其實醫生就心想他都沒有事 嗯 就說你先出院 嗯 怎麼知道再叫他回去的時候 他又要重新驗新冠肺炎 又要押外給多2,800元 其實那個客人 開頭不是很理解的 他就會說 我已經是前天進來的 是 你不就當我好像放假 是 是 是 其實沒有這件事 是 尤其是你剛才說 因為這兩年的新冠疫情 是 其實醫院都很大為緊張 是 是 但是很幸運 他醫療保險 就算是這些這麼簡單的 新冠肺炎測試 都全包 全包 但是他驗的時候 是不是他要在醫院等入醫院 病房地怎樣 他本身就預約了一個病房 是 但是很 正如剛才我所說 是 因為他想當初 九年前他是買一個CEO 除不理外的 那他應該是有權住 這個獨立私家房 是 那因為原來現在醫院的政策 通常因為有新冠肺炎 你進來 他要等你的結果出了 是 然後確認你沒有了 跟著他才會讓你選擇你住什麼房 那個客人一開始就去私家病房 因為要隔離 沒錯 他當隔離病房 然後去了私家病房 然後隔了幾個小時 報告出了 因為他轉了CEOE 又回到二等病房 當時他就會覺得 好像差很遠 真的在他的面容上 還有在他太太的樣子上 哎呀 早知道我就不住 早知道我就保持我的舊計劃 是 真的很明顯 看得到 即是你買什麼醫療計劃 是絕對在你患病的時候 所得到那個選擇性 不同了 絕對 不過幸好他專門做二人病房的高端醫療 也好都是全數盤 是 沒錯 那他那次進醫院 你說做剛才那些答條 那些大約 住了幾天或者洗了幾天 其實他總數就住了10天 嗯 那就應該去 因為剛剛做完腸胃鏡 那裡用了6萬多元 那再加上 因為做這個手術都不便宜 都四十幾萬 所以兩個數加起來 是總數應該是花了53萬 53萬 沒錯 那他要自己給還是怎樣 那次的案子 那其實 一開始是會跟他做預先核准的 是 但是因為 那個客人自己本身真的 有實力 有實力 又緊張 所以就馬上去 搞了 那他第一時間就說 不要理會 花多少錢 所以證明一件事 就是當一個人有患病的時候 他會覺得 就算要我花多少錢 醫藥幣 他都拼了老命 他都要去花 因為每一個人 想自己身體有事 對 對 但是最重要 他都有一個最後的後腿 是 就是因為他知道 他買的保險 是可以全數支付 所以這件事 亦都證明了 買一些高端醫療的實力 是真的幫到客人 那我想問一下 例如他做了十天之後 出院 其實他之後 還需要再做其他跟進治療 要的 這個客人 他自己都很想 要不需要醫生 referred letter 政府跟進 醫生有做的 但是奈何政府 那裡出了 就要2023年 才排到 才排到 給客人看 所以這段期間 他的太太都會覺得 因為醫生都說 原來做過這種手術 他最大的風險 就是在半年內 有機會再爆第二次 所以 其實客人都很擔心 就是說 我是不小心 出到出來 但是如果真的 去到不可逆轉的環境 他自己都不想 我想問一下 這個中風 醫生有沒有說過 就是如果 剛巧他提早知道 如果不知道 突然間爆 其實會不會有生命危險 還是半邊身 不能動 還是怎樣 會啊 因為他現在這個 其實就是 當他爆得很厲害的時候 就是會影響到 他的左手邊 是會半身不遂的 是的 但是只不過 這麼巧 他剛剛在爆 滲血 不會說 就已經發現出來 所以他做了這個手術的時候 他現在的反應 比起以前他沒有發生的時候 他是慢了 但是起碼動到 但是起碼走路正常 但是起碼走路正常 是的 說話正常 所以這件事 他知道 有這樣的患病發生了之後 他自己真的戒了醫 戒了酒 聽了醫生的吩咐 然後 醫時以後 覆診 還有現在都要吃一些長期藥物 我們那個高端醫療很好 他出院之後 那些藥費 我們公司都包了 甚至乎是隔了幾個月後 要再做多一次MRI 去看他那個血管的情況 是 那這個9400元的醫療費用 我們公司又包了 是 所以 客人都有感覺到 原來買一份大壓一點的醫療 原來這麼厲害 是 是 你現在這個人是多少歲 現在的客人是58歲 58歲 沒錯 58歲 即是說 是上年的事 是吧 上年的事 到現在 現在他就要等到下一年 即等年幾兩年的時間 才可以等到政府那裏 再幫他跟進 沒錯 而他現在當中 即是 我也想你講一下 就是說 因為他一直要吃那些叫薄血藥 是不是 是 他一直要吃的 高端醫療裏面 一般外市場上 其實只會是補他出院後的60億 所以 其實他一直吃那些藥 有部分藥 他就要自己付錢 沒錯 沒錯 但是在他這個情況來講 因為他自己都跟我說 他說他賺了 為什麼呢 因為健康是無價保 總之一有意外 或者一有這些情況發生的時候 多少錢都要付 因為他都不想有發生的時候 是不可逆轉 他這個案子是很幸運的 所以剛才你說 那個人客 當然了 我們都看那些人客不會有事 是吧 即是他四十幾歲開始賣 買了九年沒有清理過 其實他沒有清理過 他一定 人客 我們其他人客都是 都會覺得不值 是啊 心理上 我當我一年給一萬補費也好 我給了十年 我都沒有了十萬 他一定會這樣想 他太太特別 經常標榜這樣說 嗯 但是 好像說 因為現在醫藥費貴 沒錯 其實有起事的時候 他這樣十天 那都五十幾萬 是吧 其實 撿回一條命 令到自己行得到 生活質素好 已經無價了 是啊 沒錯 所以就算你說 現在保費 雖然他年紀會越來越大的 保費我們都會再加 是 但是他就知道 我今天給的保費 其實是很超值 沒錯 沒錯 還有這個客人 其實他想當初 這個客人是有做醫療融資的 嗯 就是我們叫做醫療儲備戶 沒錯 那其實不覺不覺 他轉到現在 已經好像六年了 那無形之中 即是 他的儲備戶口是十年而已 是 是是是 因為我很記得當時他就是想 他目的就是很想 是 六十歲 就已經 供掉了 是是是是 那他就可以安向晚年了 嗯 其實他有很明確這個意識的 嗯 所以呢 他已經為自己的醫療保險 做了一個 強心針 嗯 我們叫 就是說 我退休的時候 我份醫療是預了不用供的 嗯 或者有足夠的醫療儲備戶口 去幫我供的 嗯 其實非常好 嗯 那因為 現在我看回這個客人 就是他實際上是有必要 要繼續需要這份醫療保險的 嗯 因為你不知道他 他朝一天 是還有其他什麼 疾病會發生的 是是是是 第一個就是他 再中風的風險 是吧 沒錯 第二就是其實你身體其他器官 我們計不到的 是啊 就是我們人年幾月大自然就多病了 是 是 所以變成你說有能力的 當然我們當然是保單 是最安心的 對 沒錯 Athena 我就知道 剛才你說的 這個就是老闆級的客人 跟你買高端醫療 是啊 一會兒我們在第二集 又會再講一下 有一個的士司機 都跟你買高端醫療 是啊 沒錯 又是騎五十多萬 不止 現在一百萬 好 那我們就在下一節繼續 繼續